Hello 大家好 我是Colman 上次介绍过chord的入门 今次会继续介绍更完整要求的chord arpeggio 香港大概在2004年开始引入bass的考试 考试对考生chord的arpeggio弹法 是有一个严格规定的 而内容对我们弹bass的人来说 是有一定的学习价值和得着 例如chord和scale在正确的考试上 与我们平时练习或者与别人沟通的时候 表达的方法是有不同的 而今次的重点就是介绍有关于考试手法上的技巧 如果大家不知道什么叫chord 可以看回之前我介绍过的chord入门这段影片 考试要求考生谈奏一个octave的chord arpeggio 次序是1 3 5 1 5 3 1 和我们平时常见的只是玩1 3 5这三个音 又或者1 3 5 1 1 5 3 1 重复歌音1是有所不同的 我们试弹以下这个miler chord 考试需要我们的弹法就是1 5 3 5 高音1 5 5 5 3 1 是1的 用miler chord的技巧就是当我们弹到第五音的时候 就不要用无名指的指尖来按第五音 我们需要用无名指的指尖来按小小的位置 即是中间部分来按这粒五音 来预留一些位置 即是1 flat 3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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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时候我们的无名指的第一个关节 就可以卷动按下来按下调五音 因为刚刚我们弹五音的时候 预留了更多的位置 所以我们现在做一个卷动 上回五音 就可以弹到了五音 即是 做這個動作的好處就是速度可以更加快 手指的延熟性更加高 而且Base有很多彈法都用了這個技術 我們學會了之後就可以輕鬆運用出來 以下的例子就是一個不太好的彈奏方法 當我們彈到五音的時候 將無名指抽起再按高音一音 這個動作令到音與音之間的連續性減弱了 當我們彈這個major chord的時候 會運用miler chord這個手指卷動的原理去玩 當我們彈到五音的時候 會用尾指更多的位置來按這顆五音 利用尾指的關節彈到日音 再用卷動的形式上回五音 我們嘗試玩以下這個progression 我們每一個bar會彈七個八分音符 這七個八分音符就是一個chord的一三五 高音一五三一 以前的人要結合一個八分音符 內音符也是一個音符 會連接一三五音符 受到二五音符 三人符 讓我們清楚了 可以洗一二四音符 還否定利用整個了 要跟着特定的指令做,大家可能会觉得很麻烦 弹三粒音已经可以表达到一个曲,为什么还要弹七粒呢? 但是我认为在音乐的学习路途上,如果有人给一个要求你 是你未曾做过的,或者未见过的事,我都会觉得可以令自己进步 我们下次会谈谈不同种类的熟漆和言,即是七粒 希望大家可以赞订我的Facebook page,以及订阅我的YouTube频道 Cord今天就讲到这里,下次再见,拜拜